来 今天跟大家聊一聊 作为基层女性 找对象的两个策略 首先我们明确一下什么是基层女性 就是不是富二代 然后呢 家庭条件非常一般 可能在一线城市 但是呢 不是住在市中心 不是大富大贵之家 也可能是在二线三线或者乡镇里面生活的这些女孩 婚姻呢 其实对于大家都还挺重要的 但是是不是必需品 就要看你成年之后 你拿的是什么样的剧本吧 那像我这样是就是自己奋斗 但是呢 我还是挺像我婚姻的 因为我觉得如果说我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人的话 我一定比现在好 不管是经济上 还是在这个情感支撑上 一定比现在要好 那其实像我们这样的女孩 就是有两个策略 我们找的这个人呢 要么是合伙人 要么是我们的投资人 那有什么区别 我先说投资人 你听着这个好像挺唬人的 好像挺好的 但是大家要知道 就是资本有一个什么特点呢 他钱真的很多 但他要赚钱 他要获得利益 并且他有一个什么诉求呢 赚完钱之后他要退出 他最后不会跟你天长地久 这个事很难 而且呢 一般啊 投资人他不会说只投一个项目 他会投很多很多很多个 然后这个项目给他赚到钱了 或者明确的说 这个项目他就是赔了 那OK 他就退出了 那这种投资人的话呢 对于我们底层女孩来讲 不是底层 基层啊 底层可能都谈不到这步了 我们要找这些投资人的话 那首先我们对他得是有价值 是能给他创造价值 对吧 我们自己的价值可能就是我们年轻梦美 有生育能力啊 看这个投资人他想要什么 他想要孩子 我们不是给他整一个孩子啊 想要这个年轻梦美身材好 哎 带出去体面啊 马耳带出去度个假啊 有人陪着 那咱就得先天长得不好看 咱就得整龙 对不对 得使劲整啊 就是你得让人家长看长心啊 长摸长心 对不对 那你说你能受得了整龙的这个苦吗 整龙是需要花钱的 你要是没点家底的话 你还真没钱整龙 而且不但要整龙 你的行动啊 也要都是高档的 名孩的啊 让这个男的觉得 带你出去是不见范的 你首先你要进入那个圈子 你就要有一身像样的这个行动啊 像样的体面的这个打扮 其实门槛也挺高的 你想找投资人 把自己卖一个好价钱 你自己 要么你先天长得特别好看啊 要么就是你后天 你舍得去打个 往你这个脸上身上去投钱 然后等 就是有一些投资人呢 他可能是不需要你有生育能力 你最好别省 然后他用完你这一季之后 他就比如说月抛 或者就年抛了啊 所以你就 你要不断的去找这个投资人 这个还是一个 就是挺累的一个活 就是你要不断的去 去更新自己 然后也更新你这个 投资人 所以我觉得最好的一个策略啊 还是咱们去找合伙人 说的就可能你们都不愿意听的 就是要大伙过日子 咱们想想 就是作为咱们这些 从基层出来的女孩 看咱们爸妈的婚姻 其实就是大伙过日子 感不感情的好像 没有 但是呢 就是两个人就相互扶持嘛 像我父母就真的是 相互扶持 走到现在 真的是离婚也离不了 都这么大岁数了 是吧 就是没那么深的感情 也得过 因为自己过的话 可能社会成本特别大 自己过呢 就弄点退休心 可能也住不上大房子 所以呢 就是必须得搭伙一块过 但是合伙人又是个好处呢 就是你找到一个 就是称心如意的 能力还不错的 一个合伙人的话 你俩能把这个日子 过得越来越好 像我爸妈 他们有了我 然后呢 我们家呢 这个日子也是 稳步的在过吧 虽然说也有不好的时候 但是至少我们仨 都没饿死 就是 你讲还能过着 但要是他们 其中一个人 一个人过的话 可能会很惨 因为会孤独 然后钱会不够花 所以对我们来讲 找一个合伙人 是很重要的 但不要因为 你想找合伙人 你就把眼睛给闭上了 然后也不动脑子了 就随便找一个猪队友 一起搭伙 这种猪队友 可能让你过得越来越不好 你不要找这种人 他可能在外面吃喝漂赌 欠了一批路债 他可能没有工作 在家里面 就是打游戏 就霍霍 然后你下班回来之后 你两口热饭都吃不上 就看他在那打游戏 在那玩呢 他不会被这个家庭 做出什么贡献 这个不是一个合伙人的表现 这是一个废柴 一个拖后腿的人的一个表现 如果你身边的人是这样的话 那你还不如自己过呢 一个优秀的合伙人 是什么样的呢 就是你跟他一起奋斗 你们能在这个城市扎根 你们能买房子 或者你们不在 你们现在生活的城市买 在你们老家 各自买一个房子 或者说就在一个 比较投资价值的一个城市 在那里去买房子 然后你们的生活会越过越好 你们会有特别多美好的回忆 比如说一起出去旅游 比如说一起看电影 比如说一起 就是大晚上街边入个串 特别幸福 你们会有很多这样 虽然很舍遂 但是也很甜蜜的瞬间 你们不会去消耗对方 你们会让对方 也变成更好的自己 有一个说法 叫做米开朗基罗现象 大家知道吗 米开朗基罗 他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 一个雕塑家 他的那个雕塑作品 老好看了 那如果说你遇到一个 合适的合作伙伴的话 他就变成了米开朗基罗 他就雕刻你 把你雕成一个完美的人 你可能都不知道自己那么好 但他会发现你的优点 他会鼓励你 支持你 让你变得好 也让你们俩 作为一个小team来讲 变得更好 而且你们还能互相的 去支持对方的家庭 比如说一方父母 生病了 你的伴侣 也能帮你去 招育你的家人 这样就是说 你自己不会过分的 去消耗自己的这个精力 体力 有一个人给你分担 这都是责任 你们是互相都有责任的 这个是找合伙人的一个概念 如果找不着 这种合伙人 咋着 找不着你 别着急 不要说一着急 你就去找一个猪队友去了 不要这样 要么你就 自己先奋斗着 就像我我就一直没找着 没找着没关系 咱自己不是也能赚钱吗 对吧 先把这个钱赚着 然后自己呢 就是去实现人生理想 谁说房子都得靠男人买呀 自己也可以买 买不了大的 买一个小的 我的房子就非常小 但是够我住了 那毕竟一个人嘛 对吧 一个人呢 就是也节省一点 把生活的这个开销呢 给降低一些 这样你能干更多的事情 做好理财 要是你懂得怎么买保险 也给自己买一个 这样能保证自己 比如说在生活中 遇到一些不愉快呀 或者有一些 比如说失业的风险呢 或者健康风险的时候 有钱作为后盾去保证 因为我们作为基层女性 家里可能有的支持 就并不多的 我们需要自己 去趟出一趟路来 不要放弃 或者不要去对 怎么说呢 就是男女关系 去帮一个对抗的心态 你要知道 怎么去找这个合伙人 去找一个人 跟你去合作 把这个日子去拨好 希望大家都幸福 吵吵